我的口音很重的 你没有口音 有啊 他的口音才重 被外国人嫌弃有口音 大概是靠说话 靠语言吃饭的杨九郎遭遇的最悲惨的是了 在最近九郎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超然美食记》里 遇到一位身在西安的外国小哥 小哥一口流利的汉语震惊众人 杨九郎问小哥最喜欢西安哪一个美食 没想到小哥没听懂 九郎浓重的北京口音 最喜欢的一样 你不能那么北京 最喜欢一样美食 他说的北京话 他说的北京话 你没有口音你知道吗 我的口音很重的 你没有口音 有啊 他的口音才重 比外国人还有口音 杨九郎自嘲自己的相声生涯要断送了 不只是杨九郎 德云社还有其他演员 也遭遇过中文时级的老外 比如张九南遇到老外观众 也被老外观众给对了 你猜猜 我猜 我们猜说 骨头头那门的 原大学的 原大学的 是不是原大学的 不是 你怎么又不理我了 我们俩有现在 你那国家猜不出来 我从那边来的 那从哪边 从那边 从那边 从那边是哪边 你这个国家 哪儿 埃及 埃及啊 哎呦 大哥你会变成法文 别别别 你看我 我 我是华老的后尉 你能听懂我们 还能听懂吗 还能听懂吗 你能听懂吗 那您啊 您想想可能就是 您那个汉语 跟谁学的的问题吗 嗯 就是您那个汉语 跟谁学的 中国啊 我自己 哎 中国话跟谁学的 自己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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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太棒了 那我现在说话 你能听清楚吗 能听清楚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我现在说话 您 现在说话 丁总啊 那我一会儿是 吞电了 哈哈哈哈 吹话 哈哈 废话 哈哈哈哈 在中国生活 学习的外国人 有很多中文说的流利的 但是要达到能说相声 能被灌口的地步 还是挺罕见的 不过再罕见 还是有这么几位 绕口令 灌口甚至太平歌词 北京小区 都能来上几段 谁让这几位也是德云男孩 或是德云女孩呢 小妹妹送我的蓝牙 送到了大门洞啊 天堂上这个老天爹 下雨又刮风啊 眼前来的了同仁堂 同仁堂 开的本事老药部 先生这个好比身手自在王 药王也就在当中做 石的秘密 烈亮堂 炸药刀 亮的汤汤 炸几位草药 冰了现场 先打这个牛黄与狗宝 后着冰蓝与摄香 骨香脖药车姐 俩这个碑目 冰片又大黄 头儿被这个心儿睡 二人敞在了陈仙狂 大叔玩 小叔玩 抗大海 第六元 口听到有些风寒 有一天玩 二生玩 三生玩 冰蓝四虾玩 五玩六生玩 七生玩 八宝玩 九龙玩 还六生圈大叔玩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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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身体健康 俯首说全好 八铁 你来中国最喜欢吃的食物 是什么呀 蒸羊糕 蒸鹿鹼 少坏牙 少吃饿 哇 八铁 你都是在哪里学的呀 因为我是德云 男孩 我给你说一个小换口 我有点不好意思在顾老师面 你别客气 我来一个地理图 太平洋 印度洋 大西洋 北冰洋 欧洲 亚洲 非洲 美洲 大洋 东亚 南亚 西亚 东南亚 韩国 朝鲜 韩国 朝鲜 日本 越南 印度 勉敦 老欧 新加拿大 这就不容易 这就不容易 值得表扬 帅 帅 北冰 字幕开 北冰 北冰 中文字幕 李宗盛